消防队真的哭笑不得 明天新闻 五一会 虎典伦 台中报道 大家看到一天吃午餐 竟然没有胖 还瘦了四十几公斤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4岁的哈娜 她从小就是胖妹 那么高中的时候 她向喜欢的男生告白 不但没有想到 被嘲笑自不量力 她一度呢 是暴饮暴食 胖到了94公斤 后来呢 她是采取了五五减肥法 每餐热量控制在体重的五倍以内 一天吃午餐 有想到 三年下来 甩油成功 瘦身下来的她 看起来还有点像小的甲油节 24岁的哈娜 照片上这位高一同学也是哈娜 明明同一个人 卖茶在追 原来是爱的高白被嘲笑后 暴饮暴食 体重竟然快要破败 你也不可以加照镜子 对啊 就是还这么自不量力 对啊 我觉得非常受伤 最夸张可以吃掉一桶炸鸡一块 然后再加他们的那个就是可乐啊 然后我一整个披萨也可以把它吃掉 三年努力甩油成功 瘫了同学三二七央现在瘦到二十四张 上衣只要穿小号就行了 当年九十四公斤的胖妹 摇身一变成了五十二公斤辣妹 还常常被误认为是贾永杰 比比相似度大约八成五 瘦下来不止很多人追求 还有special待遇 当大家就是觉得 诶 经验的时候你会觉得 诶 这也是一个成就感 然后买东西会特别有优惠之类的 到底Hina怎么瘦下来的 据说是利用热量控制搭配有氧运动 每天只需要八百卡热量 一天还可以吃到午餐 早餐低烤饼干配脱纸鲜奶 午餐鲜鱼手卷搭配鲜鱼卫生汤 下午点心一颗奇异果 晚餐冲条方便包加一根德国香肠 晚点心红酒加上低纸起司一片 这样真的会瘦吗 主要是不要让你会二胆 因为二胆的时候 只要时间一久的话 其实很容易会腹胖 会有一种想要反弹 会有一种肌肉感会很难难 没有办法长期的这样子吃药性 下一步Hina要努力的是 让自己瘦下来 松弛的部分变得更紧实 好让她可以穿上梦想中的比基尼 你的新闻洪水分许凯德 台北报道 好 另外那看到是现在的保养品 其实呢也吹